我们还教过啦,就是说那个 逻辑判断有连级交集,那还有多重 其实还有两个混在一起的 你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这些逻辑判断 其实就是 什么 就是 智慧化,自动化的一个基础 因为很多事情,反正你不想做判断,你就交给 电脑帮你判断 什么样的条件,所以 如果做的非常非常复杂 一个机器人的 任何的一个回应 背后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逻辑判断 那它的来源其实就是背后的 资料库啦,或者叫大数据啦 OK 那来源也许是即时,即时固定的就是资料库 非固定是从云端大数据里面提供一个答案 不然它怎么回应你呢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 客服啊,现在已经都写成固定了 你还可以线上客服,线上客服 它自动回复你给你答案 那那个回复的答案啊,其实背后 不一定是真的有人回复你 而且它自动从后面撈资料给你 那你以为 那你再继续问 它就继续回答 像有些问题真的很 每天都重复都问类似的问题嘛 那你何必还真 其实我觉得这种 呃 自动化 智慧化的客服啊 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啦,因为你就不需要请那么多的客服人员了 刚开始就可以前段就可以先解决你的问题了 OK 像我最近 最近也是旗入败嘛,然后 结果上网一查发现,奇怪 怎么欠款中 然后我就想说,欠款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记得我好像有逼啊,又Google一下发现 好像有人喔,就是还了忘了把它 就是刷 退的那个动作 就被扣了很多钱,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就打电话 去入败 不过我第一个就想到说,他其实为什么不用在线上客服就好了 他不会 因为我 拨了好几次,他刚开始那个电话还是什么 转一转二,我按好几次都错 最后干脆请专人服务 那当然如果说有类似我刚刚讲的服务,其实很快啦,我只是希望 解决什么扣款的问题,那马上我就知道说 原来 可能我优优卡里面没钱 他扣不了钱 所以一直欠款,他就跟我讲说 之后呢,也许可以在什么 只要什么空的那个 没有 没有脚踏车的地方 空住刷一下 这样我就扣款成功了 所以 这个这个 待会是UI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前半个小时才 5块钱 而且如果没有下雨天的话 非常方便 比如说比坐公车 还要快 自行车到 好,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如果不标准,如果还要再继续判判断的话,刚刚有标准不标准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可以看到公式里面不标准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要再来判断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针对不标准这三个字,你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因为你要把它改成 两个,一个是过 胖,一个是过瘦 那如果你要把这两个把它加进来的话 我的习惯是游标放这里 把那个不标准三个删掉 再利用前面 特别说不是在插入函数 前面有个清单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记得是按前面的这个 找到if 记得是这边 选一下 然后delete掉之后 理论上当然不一定是刚开始,不一定是if 你可以去 前面的清单找一下,有没有你要的那个函数 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 再去 其他函数找 因为这边刚好有if,所以点一下 if什么呢? 这个条件里面 假如它是大于5%的话 那理论上它应该是什么 过胖 反之呢 就是过瘦 还好两个而已 那如果你有两个以上 就多重逻辑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再利用之前讲过的 衣服里面再插入衣服,再插入衣服 一直往下判断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这边就过 胖 过瘦 因为如果 刚好颠倒,应该是 这个是 这个是过 瘦,这个是过 不胖 OK 好,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标准部分应该不会影响 但是不标准的全部都 一次性就全部做完了 OK 应该没错吧 过瘦 过瘦 对啊,过胖 因为这个是他的体重 这个是他的标准体重 OK 所以 基本上的话 这容易混淆啦 因为以为是多或少 其实不是 他是 他刚好颠倒 他还要再增加体重 或者减少体重 所以如果是负的话 表示说他要运动 好 那当然理论上 其实如果是健身中心的话 要行销的对象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过胖的人应该是他们 应该需要行销的对象 所以怎么样 可以从那个大数据里面撈出来 如果会员资料里面 他是真的过胖很多的话 那可以强烈跟他行销 推很多课程应该他会 买单的机率会比那个 瘦的人还要来得高吧 理论上是这样的 好 那当然 那怎么样把资料再筛选出来 这个后面你可以再做其他的分析 好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延伸性多了一个 在 标准里面呢 可以再插入一个逻辑 如果说你还要过瘦 还要在是不是很瘦非常瘦 你还可以再怎么在加一个逻辑 很胖是不是非常放 非常胖等等的你也可以再做一个逻辑 反正你做完一个逻辑 还可以再做逻辑 还可以再继续往下 可以做很复杂的这个分析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了这个部分之后 后面就VBA 那VBA其实我们比较快的把它讲过了 基本上呢 我们的需求也类似像这样 按下他有标准标准 那这个前面大家有讲过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一定是 For I 等于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我这边有一个平均 理论上应该这个 要不就把它删掉 要不就是 抓到最下面一列之后 怎么样 可以减一 OK 我们把它干脆减一好了 或者你干脆十三好了 四到十三列 那做什么呢 我也许清除比较简单 L欄里面的资料把它清空 OK 那 清除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再增加 这个 真言体重百分的判断 那判断的逻辑基本上呢 我们前面有写过 if 条件 那因为条件有两个 or或and 所以基本上呢撰写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的 如果将来呢 第一个for I 等于第四列 到第十三列 那第二个是逻辑有两个 or 假设我们用or的话 这个一个条件 这个一个条件 前后呢记得一定要空白 这个是固定的规则 另外 另外一个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我判断来源 这个是追蓝 哪一列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追蓝的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增加体重百分的在追蓝 那 我可以抓到他的资料 另外的百分之五 记得在VBA里面 因为呢这个person 这个 这个资源 它有其他的用途 所以你不能用 百分之五 这样的叙述在VBA 是 不合格的 OK不行的 所以呢 怎么办呢 不能用百分之五的话 没关系 转一下 也许你就把它改成0.05 这样的叙述 这个可能就是 函数跟VBA的差异 当然 你们可能需要学习 当然是 在以前 是有能做的 函数能做的 你在 VBA里面 也都能做 但是呢 他一定会有一些差异点 那你们要学的 实际上就是 两者之间的差异嘛 那你就可以把原来你的公式 如果你会写 以前的公式 那VBA应该也就 很快会写了 OK 就像我 因为我 写程式不只是 只有写VBA 还有写过很多其他 一堆的程式语言 那其实如果说我 在写其他的语言 很多人会说 那会不会搞混 其实是会 但是 我基本上 很少会搞混 那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写 学一个程式语言之后 我在学 第二个程式语言 我不会从头 学起 因为他们都一样 对我来讲 大部分都一样 那我需要学的是什么 他跟另外语言 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只要把不一样的地方 抓出来之后 其实其他的我都会了 那我何须还要在 另外额外花时间 再去 学习 新的 一样的东西 旧的东西 OK 所以 基本上呢 那 我就把那个差异抓出来 有时候其实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像 他这个也全部都可以改写成其他语言 你说像 比较 流行像 Java 这个把它改成Java 也不是难事 因为我其他有上那个 手机的App的课 那个App的课里面用的就是Java 所以 如果我两个混在一起 那 根本 一定会写不出来 那现在有新的语言 像比较夯的 现在最近有比较夯的 像什么Python 那需求也蛮大的 可能 之后也许会 会讲一下Python 我看一下Python 诶 其实不也是一样的东西吗 那里面大致上就是那些基本的架构 一定也有回圈 一定有逻辑判断 那一定也会有变数 那一定也会有这些 连级交集 那一定也会有一个输出输入的东西 你要从哪里输出到哪里 那只是说相关的那个 一些 用法规则不太一样 那我只要了解那个规则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就可以很快把它做出来 不就一样的东西吗 OK 那再来的话 大概就是 一副 后面一定会有个 中间两边就是我的条件 第1个条件 第2个条件 如果这两个其中一个条件 为处的时候 因为这两个条件不可能同时 不可能又他又太胖又过 又太瘦 又不是小叮当 他怎么可以放大 不行 一定只有一个 如果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不标准 那反之就标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执行下来的话 当然我们直接 做个按钮 直接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结果就出来了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它改版成什么 and版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逻辑一样嘛 只是后面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习惯是什么 把它加一个and 名称有没有加个底线and 区隔一下 上面是偶尔下面是and 那第1步要怎么改呢 其实也都一样 你会发现 我用 单手操作 这边的话呢 打一个and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试着改改看 然后再来的话 一样 把那个方向改一下 应该是先 如果他大于等于 应该是 是负 0.05 and呢 他是小于 他是 小于等于 这个应该是0点 0.5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刚好又要改一个地方 标准不标准 把这个移过来就好了 OK 好完成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逻辑应该看得懂了 跟刚刚其实 道理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执行看看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一样我把它先 清除 先把它清除一下好了 把这个资料清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 O的逻辑 这个是 M的逻辑 还是清空一下 M的逻辑 对一模一样 OK 所以基本上 你说 写在 公式里面的东西 其实跟写在VBA里面 差别只是那些细节不太一样 所以将来你说能不能改 一定可以改 但是 VBA的好处 他可以叙述的 比较多 不会像那个 你储存格公式 只能就是一行 那如果你写很复杂的东西 你写一个储存格 可不可以 是可以啦 可是未来你会觉得很头痛 或者因为 我太多 更不要说后面其实蛮常用到像正列的概念 Ctrl、Shift、Enter 如果你把它写在那个 也是可以 可是光要理解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就是 Ctrl、Shift、Enter有点像是 在公式里面执行一个回圈 那他可以帮你重复 只是说 那个东西 脑袋可能 没办法像VBA这么的有弹性 那一样啦 如果说你这边要过胖过瘦 怎么办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改哪里呢 基本上 就是改这个不标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我将来输出 不要是 不标准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处置 怎么处理呢 一样嘛 我刚不是在 中间插入一个if的叙述 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他如果不标准会先跑进来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里面呢 再加一个if 所以if什么呢 其实简单的做法应该是把这个 偷懒一下 复制过来一下 一复 他如果是大于 5%的话 那then 然后else 是 这个n的一幅 有没有 一样是 跟他一样嘛 就插入一幅 一样是触跟force吗 上面是触下面是force 所以如果说呢 假如 他是大于5% 那表示什么 这个地方应该什么 他是过什么了 应该是过瘦吧 然后 反之的话呢 就是过胖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 这边过胖 应该看得懂我在做什么啦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 只是我额败加的 那跟刚刚那个其实也一样 那我们来试一下看 OK 所以理论上这个执行看看就知道了 过胖过瘦 好执行 有没有一样 过胖标准标准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其实 你公式做得出来啦 PPA也都一样 没什么差别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过胖过瘦是我额外在增加的了 之前好像没有讲到 那所以你就反正如果 云端上没有那个参考 那不然 你们就先做不标准的 等到不标准做完之后再去想一下过胖过瘦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大家好